两元乘车一位 过去十年 鼓励了不少老人家出街 年堂偶案 他说坐一个地铁 坐两元巴士就到了 我们那些有车就上了 便宜得一元一元 但是到了二四、二五年度 计划补贴预计会达到六十亿 较前一年度大增五成 做一个方便, 去到一个的地就行了 哪条线是便宜一点 哪条线政府会多付钱 他们不会这么想 当局提出要检讨计划 又可以怎么省钱 我想这两元乘车的优惠 不可以当作开支或福利 其实也是一个社会的投资 检讨是有需要的 反而一路都不做 每年花二三百亿兆去做就太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欢迎收听新闻透视 当局在2012年推出 两元乘车优惠计划 鼓励老人家多点出街 为了避免滥用 8月开始 60岁或以上的长者 都要转用实名登记的落邮卡 才可以继续享有两元的优惠 究竟这两元 如何改变老友记的出行习惯? 为什么政府的补贴升幅这么惊人? 对, 领域遒陪划 邓紹奇、James今年77岁 住在位于大鱼山玉景湾 这天他亦约了舅同学 在金钟下午茶 准备搭道轮出纵�ュced 他本身在加拿大發展 二十年前就退休了 幾年前才決定回流回香港 喜歡外出的他 也很享受目前的退休生活 我幾乎天天都出 我早上多數游泳一小時左右 在下面游泳池 有時就在家裡等姐姐的工人 醒來下午才外出 休息一會就出外出 為了鼓勵長者出行 當局在2012年推出兩元乘車優惠 由政府向營辦商發還票價的差額 這艘船已經登記居民的證價是33.5元 65歲或以上長者的票價是21元 來回需要42元 不過今天James答道論 來回只需要付4元 由38元都是由政府去補貼 當然,對於我來說 我這種年紀我當然是歡喜有兩元 就是這麼說吧 但是沒有兩元我還是要外出 其實兩元是否一個月 我省了很多錢 影響我的生活風格也不是 不會影響我的生活 因為在我來說,在現在的退休時期 我都夠轉乘了四十多元 這裡是否幾多歲以上有狗絕 有沒有老人家便宜一點 James說除了約老友記在香港吃飯 他們近年也多了回內地玩 有很多去口岸的車 一樣有良民有為 年堂嗎?口岸嗎? 他說坐一個地鐵坐兩元 這個巴士便到了 四元,他說去到那邊招呼又好 東西又便宜 那你怎麼玩呢? 尤其在那邊乘地鐵又不用錢 也有些少許鼓勵我們出街 但問題是我們如果要出街 有時如果是貴的、原價的 有些東西我們也會照出 但沒有出那麼多 計劃一開始的對象 只有65歲或以上長者和殘疾人士 在2021年 每日平均有大概140萬使用人士 長者佔了8乘8 去到2022年2月 當局張合資格的年齡 下調到60歲 多了65萬個受惠長者 日均人次也逐漸升到 2023年258萬 當中60至64歲 長者的使用人次 佔了總數大概3乘4 這裡是荃灣的石圍角村 屋串是位於山腰的位置 要走這條大斜路才可以到市中心 大熱天時 今年87歲的鄭金鴻婆婆 就選擇小巴落荃灣 無論是綠色還是紅色小巴 都可以去到她想去的街市 這個時段 兩架車都有兩元優惠 鄭婆婆也是見車就上 現在下車就在街市街上下 去喝茶 我們那些油車就上 便宜得買便宜得買 乘惠後知道 便乘搭車來買菜 那些西洋菜多漂亮 鄭婆婆光顧了 這個街市的當犯幾十年 不過她說故意乘搭車來買菜 最大的原因始終是兩元優惠 少數跨場計算也挺重要的 一起下來吃早餐 買了菜上來, 都是兩元而已 實際上就是, 輕鬆一點 兩元而已, 來回都是四個銀錢 下來逛逛買一下 這裡多東西賣, 能夠減窄一下 買完菜想回家 不過在附近上車的紅色小巴 就沒有兩元優惠 婆婆為了省錢 也會寧願走遠一點 去搭有兩元優惠的綠色小巴 那些老人家, 好像我們那樣 走路不行, 拿一把車凍一下 要不就怪獎 這樣也會有兩元優惠的綠色小巴 都不會的了, 應該就… 以外我就沒有考慮了 真是, 兩元也很實在 真是, 幸好, 謝謝 這天公共交通知副幹事陳迪堯 來到觀塘這個巴士站時測 他留意到不少長者都會長車短乘 即是就算可以選比較便宜的短途車 但仍然會乘長途車 這天, 還有長者乘這輛 由藍田出發的機場巴士 在觀塘就已經下車 因為現在我有兩元 我什麼線都可以達到 最重要是, 我上到那個路線 最方便去, 去到那個目的地就行了 我還想去哪條線是短途線 哪條線是便宜一點 哪條線政府會多付錢 他們不會這麼想 我們試乘不同巴士 同樣都有長車短乘的情況 這輛大埔的73X開去荃灣 全程是11個1 一開始的時候, 七個站都在大埔 但第二個站的大埔中心 已經有長者下車 去到第四個站的廣福道 一樣有三、四個長者下車 去到第六個站的廣福街市 下車的老人家就更加多了 良問乘車優惠計劃在2012年開始實施 2013、14年度的開支大概是五億 不過去到2023、24年度 修訂預算就達到四十億 大約是十年前的八倍 陳迪堯認為 長車短乘是其中一個 令開支增加的主要因素 因為短途巴士線可能缺乏 甚至有些較短途路線的班次很疏 甚至乎有些長途巴士線停的站 是比較方便一些 你怎樣還要吸引他們 鼓勵他們搭過短途線呢 這根本就已經不是長者 不是教育的問題 而是政策和路線 重組和班次的定位的問題 截至2024年6月底 有131萬個65歲或以上長者 申請落郵卡 不過市面上 仍然有330萬張流通的 不記名長者伯特通 是現在長者人口的兩倍 過去五年 當局一共發現 有大約1400宗不合資格人士 違規用兩元優惠的個案 為了打擊濫用 政府今個月開始 規定市民要用落郵卡 才可以繼續享有兩元承斥優惠 現在還有很多長者伯達通 在享受兩元承斥優惠 可能很多都不是合資格的人士 但到了8月份的時候 到時非合息的人士 就不可以再用長者伯達通 我們的補貼的額度 就會有一個很明顯的降幅 到時才再去看這條數 然後再考慮下一步 是絕對未遲 2016至2022年幾個年度 計劃開支維持在十幾億的水平 不過2022年將合資格年齡 下調到60歲之後 開支就翻了兩倍 去到大概三十億億 單計2023、24年度 當局為60至64歲的人士 補貼了大概22億的車錢 還多過65歲人士的十五億 立法院議員陳建波認為 下條受惠年齡 亦是令開支大升的主因 很多60至65歲 今天正在做事 每天都要不斷地搭 所以他用的次數 一定會多過65歲以上的人 所以這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計劃開頭就很闊路 每天又沒有限次數 每一程又沒有限多少錢 你看到其實你乘車 由補貼幾元到40元都有 所以你想想 如果是補貼這麼大的話 對政府的負擔一定越來越大 當局更加預計 去到24、25年度 計劃開支會達到60億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亦都提出要檢討計劃 坊間又有甚麼不同的建議 這些建議又可不可行 我們下一節再看 長者兩元乘車優惠的計劃 開支大增 坊間一直都有不同的建議 例如限制使用的次數和金額 又或者增設分段收費等等 這些措施有利有弊 可能省下部分支出 但又是否可行 74歲的彭生住在屯門區 平時出入都是靠輕鐵 除了有長者兩元優惠 這程度他還有轉乘優惠 所以他下車也不妨做這個動作 有個優惠 你一定要拍卡 最重要是習慣 謝謝… 這天他來到水邊圍的中心換義工證之後 又再搭輕鐵 準備出發去屯門市中心參加長者活動 市民搭輕鐵時 港鐵會在入閘時扣除最高車費 出站時拍卡 才退還給多了的車錢 長者也不例外 坊間一直都有人建議 巴士要增設分段收費 長者在下車時拍卡 減少長車短乘的開支 鵬山就覺得 如果巴士和輕鐵一樣有分段 可以幫政府省份一筆 我們有時候上車 一見車就上 我原來在市中心下車 下車是扣,也是扣兩元 但原來全程 巴士扣了政府是二十多元 我覺得是浪費,政府的資源 如果是有分段的 我覺得是會好,人們會適應 但其實現在巴士公司 在屯門、天水圍、元朗一帶 都有推出分段收費 只要在下車時拍一拍卡 就可以退回部分車錢 屯門華都花園這個巴士站 一樣都有分段拍卡機 不過拍攝當天等了十五分鐘 都只是見到一、兩個市民有用過 原來可以享用分段優惠的巴士 停車站在馬路的另一面 乘客下車要故意走過來拍卡 才可以有優惠 鵬山就說 連住在這居的他 都沒有用過這些拍卡機 我們看到 但我們也不會做這件事 如果上班、下班的人就會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是在他的手袋上給全程費 長者不是,不管你,政府給而已 方便的,那就拍 不方便的,他們不會拍 你沒有這個宣傳 沒有這個給他們用的拍卡機 是吐勞無功的 是很浪費很多錢 77歲的James和朋友 在中環喝完茶之後 又準備搭船回余建灣 James在政府未來要檢討計劃之後 他說對很多長者來說 優惠是對長者回歸的一種 不如你說歐洲國家 任何地方都是基本上 對老人都希望有些優惠 因為他們覺得 去勞苦一生他已經交夠稅 但我意思是說 是不是要想到這樣來折散呢 當政府有很多方法去折散錢的時候 須不需要做這件事呢 杜倫的刑辦商 在今年以長期虧損為理由 向運輸署申請加價六成 65歲或以上長者居民 船票每程會由21元加到33.6元 而60至64歲的居民 還要付成人價 每程會由33.5元加到53.6元 即是說來回船票 政府要補貼103元 有立法議員說 未來要節省開支 始終都是需要改變計劃的制度 例如考慮設限額或次數 其實這麼多年來都是兩元 但所有這麼多年 無論是通脹或加幅 都是政府都背負了 可能是每天 或者每個月行個總的次數 每人都有一個定額 例如3,000至5,000元 一個人每年 最公道 大家看著數據去用 當你每個人有個額的時候 他們就會遲些懂計算 有需要才能用 70歲的俄姐是獨居長者 住在慈雲山 每天7時多 就會來到樓下排隊等小巴 但這程小巴只是先到黃大 之後他還要轉地鐵 去深水埗上班 現在他除了靠政府的長者心目津貼 每天還會回兩份清潔工 一天加起來要乘八程車 俄姐說這兩元優惠 都是他繼續上班的動力之一 如果要乘兩元車 紅圍 不是兩元車就差很遠 一程車 你巴士 這個小巴 已經要4元四了 是嗎 兩程四 就是四程小巴 就是四程地鐵 加上要上千多 兩千元 現在做得到就要多抽兩塊錢 以後好一點 自己沒辦法做的時候就好一點 不過如果未來乘車有限額 俄姐就說他寧願不犯工 我們現在想自力耕生 你減了我一個月 我去乘車的錢已經一千多兩千元 我不如不要做是嗎 就等著拿這四千多元就算了 或者拿中文是嗎 回完早班 俄姐又再乘車 打算回家休息一會 第二份清潔工要回夜間 她說自己也試過坐樓下的巴士 去深水埗 但總是就不適合時間 所以才要一天乘八程車 每個月加上至少乘二百程車 我也有乘過一下 不過時間不適合 很多時候乘過去遲到 照我來看 在這樣的年紀 來找新的工作比較難 希望政府不要減低我們的兩元 搭車那些 不要減低這個車程 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數字 本港二十一萬勞動人口 都是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 勞動人口參與率大概是百分之十五 人數較十年前增加了兩倍 一直關注長者權益的蓮偉喬說 兩元優惠不只是福利開支 更是社會投資的一種 因為很多時候長者會覺得 有兩元可以多上班 可以參與多些社會 另外可以多些 譬如幫子女去照顧孫 照顧家人 以及積極一點的生活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對社會的正面影響 現在其實政府都很想鼓勵長者多些就業 或者長者多些參與 幫忙照顧家庭 釋放一些勞動力的時候 其實兩元不可以單純當作 使用了它好像沒用一樣 其實都是一種社會投資 勞福局和運輸署回覆說 預計今年內公佈檢討結果 連委喬職建議 當局在更改計劃的時候 要小心考慮行政開支成本 我想兩元乘車已經做了那麼久 很多時候在長者已經變成口頭禪 你出不出外去喝茶? 不要緊,兩元而已 你去不上班?不要緊,兩元而已 如果真的搞得很複雜 結果省得很少錢的話 那是否得不償失呢? 當局推算65歲或以上的長者 將會由2018年的127萬人 升到2031年的216萬人 陳健波認同要長期維持計劃 不過隨著人口老化 始終都是有必要改善制度 才能夠將計劃延續下去 譬如說,如果那程車是10元 你照給2元 10元以上的那些 你就自己揹一半 或者是政府要闊老一點 就自己可能揹兩、三成 這個等政府去計劃 大家看到 你由當初預算5億 政府覺得沒甚麼所謂 現在去到60億 每年花到二、三百億去做就太遲了 因為如果是這樣 可能真的不能夠持續去維持 當局推算2046年 每三個香港人 就會有一個是長者 福利開支可能大增 怎樣平衡財政壓力 相信還需要社會討論 今集新聞透視廣東這裡 再見